登革熱疫情持續升高 上週新增一千四百二十例 登革熱本土病例 累計今年已經有八千八百五十九例 疾病管制署估計 最快本週病會超過一萬例 犯下捷運殺人案的政節 新北地院再度開庭 首次傳喚三名證人到庭 包括案發前曾跟政節 在麥當勞聊天 得知他殺人計畫的 國高中好友李伯伯 還有通報東海大學 政節可能有殺人意圖的鄭竹萱 以及政節之前的育友吳紀瑶 台鐵4024普悠馬列車 上午8點30分 前進花蓮縣售風箱平和 與售風戰艦 撞上了四頭牛 牛隻當場死亡 由於撞擊力到大 普悠馬號鼻頭受損 幸好不影響行車安全 但顧兩列次搬車受影響 延誤56分鐘 環保署今天表示 去年發現中科三級後里基地 違反環評法規定 已經向中科管理局開罰 新台幣1157萬元 是環保署歷年 違反環評法最高額罰款案例 新唐人雅特電視 正麗報道